Hello,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带来一个真实实现改编的电影 富三代被匪徒绑架,参遭迫害的故事 时间来到19世纪70年代 一名身穿潮流,留着披肩发的少年 穿梭在混乱的夜市人群中 这其中,不发一些混混和流氓,阴君子和不良妇女 但少年却表现得游刃有余,非常社会老道一样 吸着烟,调戏路边的湛街女 做着不处于她年龄端的事情 厄运总是来得挫不及防 少年被突然出现的一辆武林红光强行带走 紧跟着一位妹子慌张地跑向一间屋子 告诉里面的一位老头 您的孙子约翰·保罗盖蒂三世被人绑架了 老人却对此事不以为然 只顾着看手上的饲料 让妹子出门的时候记得关上门 此人便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超级富豪保罗盖蒂 在当年,他不仅仅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 更是史上最有钱的人 保罗凭借过人的经商头脑 靠着石油一度成为风云任务 在1965年 他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财富达到10亿美元的人 有钱的他是如何做事的 1948年,世界上所有人都知道 沙特阿拉伯有非常多的石油 但是石油太多 大家没有办法运出去 于是,保罗在1958年 初前建造了一艘超级一轮船 专门用来运输石油 有钱就是可以这么任性 这么为所欲为 保罗成为世界上最为富有的人 拥有了别人拼尽一生都无法达到的高度 然而,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忙于工作 疏忽了对子女的关爱 约翰保罗盖蒂二世就是他其中的一个儿子 约翰从小就和老盖蒂关系比较差 长大后自己脱离了富豪生活 和盖尔在一起养儿育女 过着贫困的生活 盖尔知道约翰的身世 也知道老盖蒂是位超级富豪 约翰,最近工作不太理想 失业在家很久 盖尔劝他,可以给他的父亲写一封信 或许会得到一些帮助 约翰却嫌弃石油工作 他比较喜欢过清闲的生活 在盖尔的强烈要求下 他才不得不主动写信求帮助 消息发送没多久 他们便收到了回复 老盖蒂邀请他们前往罗马见面 从下飞机便有专制高档汽车接送 尽显富豪的门面 小盖蒂进屋拿一件玩物玩耍 遭到了妈妈的呵斥 这玩意儿太贵 玩坏了咱赔不起 没想到老盖蒂安慰起了小盖蒂 你手上拿着这件东西 是我在多年前的一个地摊上买的 老板当时喊价19块钱 经过一个小时的沙价 我用了11块2毛3买了下来 换做现在的话 这件东西应该价值120万每刀吧 虽说这件玩物的价值 对普通人来说价值连成 但对于小盖蒂来说 这并不算是什么贵重的东西 因为你是盖蒂家族的一员 所以这件东西当做见面礼送给你 老盖蒂的客房中 晾晒了一大堆内衣 他说是 让别人洗衣服需要花10块钱 自己洗不要钱 并且还是免税的 想象不到如此富有的人 也会这么小气 老盖蒂将一名主管开除 让约翰接替掌管欧洲的石油生意 这天 老盖蒂带着小盖蒂参观一处古迹 声称自己的前世 是公元20世纪的哈德良皇帝 第一眼见到古遗址 就好像感觉在自己家一样 他打算花钱买下来 但罗马人听到盖蒂家族的名字 眼睛里面全是钱 所以盖蒂花钱建造 模仿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遗址 闲着无聊的时候便去溜一圈 当做自己的后花园 小盖蒂古灵精怪 很让老盖蒂喜爱 作为儿子的约翰 就没有做正经事的 拥有世界上最富有的老爹 他没能经得起金钱的诱惑 整日混迹在上流纸醉金迷的生活 接触到让他颓废的大忙 自此以后 他彻底成为了废人 顺带领上小盖蒂一起归婚 鉴于约翰的巨大变化 妻子盖尔终于忍受不了 在1971年 他向老盖蒂提出了离婚协议 老盖蒂由于作用巨额财富 所以手下有很多历史参与谈判 盖尔提出 他可以不要任何离婚财产 包括夫妻共同财产 他只要小盖蒂的监护权 和该有的赡养费 金钱和最喜欢的孙子面前 老盖蒂选择了前者 于是 小盖蒂从上流社会 一下变成了穷人 他对母亲的这个决定很是生气 擅自决定了他未来生活 回归穷人的小盖蒂依然很放荡 喜欢和一切不正经的人私混 突然的一天 小盖蒂遇到电影开始的事情 遭人绑架 绑匪给盖尔打电话 自称自己叫五十 让他尽快准备一千七百万美元的赎金 用来换取小盖蒂的命 老盖蒂丝毫没有表现出惊慌感 直面媒体告诉绑匪 如果他付了钱 那么他的十四个孙子女都会成为目标 他最终决定不会出一分钱来赎人 老盖蒂是出了名的吝啬 为了防止仆人和客人随意使用电话 专门在家里安装了电话亭 并准备了硬币 想要打电话就必须花钱 免费电话这种事情想都不要想 他最擅长的事情就是和人谈判 他的财富也是靠着谈判中的互博得到了积累 孙子被绑架这件事情非同小可 他招来德里手下蔡斯 此人曾经是美国情报局的精英间谍 退役之后 在劳盖蒂手下做事 主要负责谈判协商的事物 劳盖蒂交代 盖尔身为一个女人 不会处理绑架这种事 蔡斯有情报局的工作经验 知道处理这件事情最佳方案 命他陪同盖尔一起调查清楚事情的原委 罗马警方跳动警力帮助破案 警探建议 盖尔最近不要随意走动 万一你也被绑架了就很麻烦 但盖尔到现在还坚持自己是个普通人 并不是盖蒂家族的人 他并没有理解到 盖蒂家族的标志早已经成为他的标签 之所以大众能够认识你 全一张盖蒂家族的名号 如果你是个普通人 谁会认识你这个平凡人呢 盖蒂家族被人绑架 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媒体记者团团包围盖尔的住所 一群勾在队紧追不放 被绑架的小盖蒂和绑匪武师闲聊 武师很好奇 你这个小家伙做了什么了不得的事 会让自己的亲爷爷一毛钱都不愿出 如果患者是我的孩子 我砸锅卖铁也要赎回来他 给小盖蒂淹饰 他多拿了几根火柴 两个人一时聊得起兴 武师竟然忘记了踏实绑匪 没有蒙面出现在小盖蒂的面前 这对于绑匪来说是要命的事 万一小盖蒂逃出去举报怎么办 小盖蒂答应武师 发誓不会举报他 两个人很愉快地达成协议 亲切地握手言和 这天 蔡司开车又出门 遇到了一群不正经的人 他们说是小盖蒂的朋友 小盖蒂曾经和周围的朋友说 要策划一场假绑架 从他的爷爷手中捞一笔钱花花 不正经的人找到他 商量了绑架的事宜 计划还没有实施 小盖蒂却消失不见了 他们怀疑 小盖蒂是找到别人合作 抛弃了他们 想找到蔡司要之前答应的分成 得到这件消息 蔡司很生气地找到盖尔质问 盖尔却说一点都不知情 而且他不相信自己的儿子 会做出这种事 蔡司将这个消息转告给老盖蒂 其实假绑架这件事情 老该弟也曾经想到过 他也是从有钱人变为富有的人 当初创业 他并不是很有钱 之后一笔生意让他赚了很多钱 可惜当时他还很年轻 那些钱在当时和现在 都足以让他过上好几辈子 他带着钱 开始过上了纸醉机迷的上流生活 可是没过多久 他感觉到了无聊 于是再次回到了石油行业 这一次让他成为了史上最有钱的人 在他看来 钱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他像是一个深渊 可以让人迷失自我 能够克服他的人少之又少 而他的儿子便成为金钱的奴隶 现如今 最喜爱的孙子都想坑他的钱 多年的经验 让他不再信任至亲 而是将感情放在一些艺术品上 老盖蒂误以为是小盖蒂的恶作剧 对绑匪的要求置之不理 时间转眼就过去了几个月 绑匪表现得非常不耐烦 小盖蒂上厕所时 两名绑匪一起看管他 一名绑匪不小心让他看到了脸 情况紧急之下 另一名绑匪开了枪 警方在海边发现了一具烧焦的尸体 通知盖尔前来辨认是不是小盖蒂 幸运的是 尸体是光头绑匪的 警方根据尸体的信息 很快查到其他绑匪的资料 并确定了关押小盖蒂的地点 集结了小谷军队前去剿灭绑匪 这是破案还是要打仗 是不是需要交上坦克战斗机支援 就不怕绑匪急眼了 和绑票同归于尽吗 警探才管不了那么多 绑匪的把柄就是人质 人质不在了 也就没有把柄了 还怕啥 一阵吐吐后 绑匪基本上全部领了便当 但小盖蒂和武士却消失不见 武士他们就是一群小偷小摸的小混混 脑子一热想干一票大的 但是他们并不具备这个实力 现在被警方发现只能投靠厉害的狠角色 武士带着小盖蒂找到了当地一个黑帮组织 这群人和武士不同 他们可是地地道道的黑道背景 手下基本上都是沾过人面的狠角色 而且他们做事很独有部署 非常具有计划性 在他们看来 小盖蒂就是一个商品 根本没有把他当作人命来看待 如果老盖蒂坚持不付钱 他们会认为商品失去价值 留在手上也没有用 势必要解决掉压仓货 留着情报局精英的蔡茨很了解对方的做事方式 他重新找到老盖蒂谈判 承认自己之前判断错误 而老盖蒂依然不打算付钱 他说现在资金紧张 没有闲钱来赎人 可是转眼 他便花费了150万买了一幅画 交易时间连五分钟都没有超过 连砍价都敷衍了事 无奈之下 蔡茨自作主张要给20万了事 但武士已经做不了主 这个数字太少 少于700万 黑老大是不会同意的 小盖蒂目前被关押在一处田野当中 他利用之前拿武士的火柴 加上煤油 点燃了外面的稻草 趁着绑匪Happy破门而逃 这些小东多被武士看在眼里 但他并没有告密 拉着同伙灭火 给小盖蒂逃跑的时间 他们两个相处的几个月 每天都在闲聊 时间已长 武士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 非常希望小盖蒂能够逃脱摸掌 可惜小盖蒂逃到一家警察局 没想到是当地黑帮的同伙 小盖蒂再次被抓了回去 老盖蒂现在不想付钱 盖尔又没有钱 突然他想到老盖蒂送给小盖蒂的玩具 当初说是价值120万美元 现如今咱们也应该值200万吧 当他找到博物馆的人 居然发现这真的是一个玩具 在平常的小店里面 几块钱就可以买到 盖尔对此伤心欲绝 没想到老盖蒂竟然这么黑心 说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 黑老大并没有那么多耐心留给老盖蒂 他带人直接割了小盖蒂的耳朵 寄到了警局 如果再不付钱 他们可能就要撕票了 媒体得知消息的速度比盖尔还要快 他们知道盖尔现在急需钱来出人 要拿5万美元买下小盖蒂耳朵的照片 盖尔不要钱 只需要1000份报纸 送到老盖蒂的别墅 让他看下自己犯下的错 老盖蒂最终还是答应重新见面会摊 他答应给钱 但是只有100万 因为高于100万就会有税 给钱的条件是 小盖蒂的监护权交给前夫约翰 虽然相对现在400万的赎金 100万并不算多 总比一分钱没有要强 盖尔必不得已 在协议上签了字 想要救下儿子 可以冒险做一个尝试 假装有400万 看能不能欺骗的过去 蔡茨终于看到了老盖蒂的鬼脸 他替小盖蒂有这样的爷爷感到悲哀 他威胁老盖蒂 你现在所有的安保和精权 都是我安排的人 每天几点巡逻之勤 我都一清二楚 如果你不给钱 你知道我可能会做些什么 有了这番威胁 老盖蒂立马将钱和孩子监护权 寄送了过去 果然有钱人也怕不要命的主 盖尔按照黑老大的指示 将钱丢给了他们 黑老大遵守了承诺 派人放了小盖蒂 警方在此时突然暴力小镇 黑老大感觉自己被出卖 下令让手下杀掉小盖蒂 逃亡过程中 他不小心再次被抓到 武师及时赶到 将通货打运 放走了小盖蒂 经历了种种坎坷 总算将人救了下来 结尾老盖蒂抱着一幅画意外去世 盖蒂家族失去了领导 约翰没有能力继承 小盖蒂还未成年 所以只剩下了盖尔能够领导整个盖蒂帝帝国 事情反转的让人匪夷所思 盖尔尽力去逃避的盖蒂家族 最后自己竟然坐上了王位 想想就觉得非常可笑 本片名为金钱世界 根据盖蒂家族真实实现改编 里面有些颤杂了戏剧效果 整体来看每一个角色塑造的狠形象 还有感觉 老油条我认为是非常好看的一部电影 好了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了